大寶法王 接著大寶法王又回到他的住席地楚布寺 舉行坐床大典 大寶法王 The letter of prophecy which Karmapa had written in his previous life is now returned to him together with the letter of recognition from the Dalai Lama and the judgment of the Tibetan state oracle it is presented to him in a yellow scarf Karmapa is once again Karmapa 大宝法王的爸爸和妈妈也来了 他们知道他们只是把大宝法王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 所以他们也跟其他的信众一样 坐在外面静静地等着 等着拜见大宝法王 Now everyone can enter the temple No one may be excluded They've all made the journey in order to see the Karmapa at least once One good reason for the high throne is to keep the Karmapa from being crushed by the crown And somehow or other the greeting scarves and personal gifts have to reach the Buddha himself 大宝法王在法座上从早到晚做了一整天 接受成千上万的人供养 但表情都还是很自然 据说只要见过大宝法王一面 七世都不会堕入恶道 年纪轻轻的大宝法王 虽然坐了一整天 但是心情还是很好 最后轮到大宝法王的父母跟他说再见 他们很快就要回到他们的牧场 去过他们原来的游牧生活 大宝法王跟他小弟弟说再见的这一幕 特别的感人 特别的感人 第十七世大宝法王被认证出来之后 其实他的责任非常大 未来他不但是一个世界上的精神领袖 同时他在西藏也有几千个寺院 需要他来管理 世界上有几百万的信徒 上千个禅修中心 也都是需要他来管 所以大宝法王的教育 跟他的成长变得特别重要 也备受大家注目 大家都想知道说 是怎么样子的教育制度 能够把一个小孩六七岁开始 培养成为下一个世纪的精神领导 commemorate Karmapa's successful reincarnation 第十七世大宝法王被认识了 您是如何知道这就是真的大宝法王呢 我认为一种地区的经验 我认为我只要有一种区别的课程 所以我认为我用一个基本的方法 预定取选择 然后我认识有一个决定 所以我认识 OK,那是好的 在17次大保坊 去年我七月八月 有两次机会 赵祖普斯跟他见面 他十四岁 你跟他一开始交谈 他像一个累积了几百年 有丰富经验的人一样 好像一个很有智慧的老人 我们从他身上我们看得见 许多人在找寻的 可能不是宗教 可能不是哲学 我们要找人类的答案 人类的答案必须要从一些根本问题上来着手 大宝法王是我们的答案 很多人对很多事情不相信 他说要见到才相信 你见到大宝法王 你就会知道 原来生命是延续的 可以从他身上证明出来 大宝法王在下一个世纪 一个精神的世纪的时候 他会是一个精神领袖 他对人类会做出巨大的贡献 这几年来 我一直在思考 大家都说下一个世纪 是一个心灵的世纪 是一个中国人的世纪 但是我们现在各方面好像都比西方落后 到底要怎么样子 我们才能成为全世界的领导呢 我想下一个世纪的领导 恐怕不是靠经济或者是军事的力量 我们要成为领导 一定是在精神方面的 还有心灵方面的 帮助全人类开发自己内心的慈悲 还有智慧 我想只有这个样子 全世界才可能会有真正的和平跟快乐 所以这次中国政府认证大宝法王 有非常非常大的历史意义 大宝法王本来就跟中国有多生多世的姻缘 从文成公主把佛法带进了西藏开始 汉帝跟藏帝就一直有着很美好的互动 之后历代的大宝法王 又是中国很多皇帝的上师 像是蒙哥皇帝 忽必烈皇帝 明成主永乐皇帝 第十七世大宝法王 也到过北京 与各领导人见面 包括江泽民主席 还有李瑞环主席 其实自古以来 藏人都一直把中国的领导人 当成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也就是说智慧的化身 而且对我们佛教徒来讲 我们相信轮回 可能这辈子是汉人 上辈子是藏人 之前又做过汉人 其实生生世世 我们都做过兄弟姐妹 父母师长 其实都是一家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中国人对佛法的认识 还有虔诚 其实是在我们每一个人 学艺里面的 这次中国政府 还有达赖喇嘛 都认证了 第十七世大宝法王 尤其是在这个世纪的转类点 表面上看起来 是一种政治的意义 但是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 这其实是代表 一种佛法姻缘的延续 这次中国政府 不但出了很多力 帮忙寻找第十七世大宝法王 而且还出钱 帮忙恢复了楚步寺 我想在下一个精神的世纪 一个心灵的世纪的时候 我们有了大宝法王 这样一位精神领袖 其实不只是中国人的福气 也是全世界人类的福气 这位是大宝法王 上一世的弟子 他跟大宝法王一起到了席京 但是听说第十七世大宝法王转世 他又回来教导 第十七世大宝法王 大宝法王 大宝法王学习得非常快 很多经文他看一次就学会了 好像是本来就会的样子 这位在大宝法王 大宝法王 该议得很快 有点把他人之后 会把人之后 他会在一場 就是一场 我们的世纪 他们的원 他们也不得了 就先不得了 他这位 大宝法王 还 他 上 这位是大宝法王的经师 他说 大宝法王其实是佛 他没有很多可以教导他的 但是呢 大宝法王这一世 现在投胎回来 还只是一个小孩子 所以他还有一些东西 可以继续做一些贡献 他说 他现在的年纪 已经相当大了 说不定再过一两年 他就死了 但是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 他都会继续供养大宝法王 把他所有的知识 都能够继续交给大宝法王 大宝法王学习得非常快 很多东西我教了他一遍 他马上就会了 有的经文他念了一遍 他马上就背下来了 他的经师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这位是大宝法王的法会老师 他说大宝法王的学习非常快 很多复杂的仪轨 还有手势 好像不需要我们教 他自然就会 这位是储布斯的闭关禅修老师 他说一般人需要闭关 但大宝法王需不需要闭关 他自己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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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这个金刚舞的目的是 我们一般人内心都有佛性 但是我们都信不过 所以就让我们穿上了佛穿的衣服 菩萨穿的衣服 让我们能够慢慢习惯 扮演佛的角色 能够把内心的慈悲跟智慧提起来 变得跟佛一样 根据莲花生大士的预言 大宝法王一共会转世21世 现在是第17世 大宝法王 每世的大宝法王都会跳很多种不同的金刚舞 但是呢 在每一世大宝法王的一生中 每一种金刚舞 他都只跳一次 所以能够见到大宝法王跳金刚舞 是非常非常珍贵 非常难得的 虽然大宝法王他自己说 他过这样子的日子不是很辛苦 不过至少我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吧 要是要我从早到晚 24小时 一年365天 都是在做他这样子的功课 无我的利他功课 其实还是非常累 非常辛苦的 大宝法王唯一的休闲 几乎就只是在他自己的阳台上 走动一下 或者是去绕寺一圈 稍微散步一下 没有什么娱乐 他那里也没有电视 他唯一看过一次电视 就是有其他几位活佛 带了发电机 扛了电视录影机 放了一些录影带给他看 这个录影带也非常有趣 他们上次放的录影带 是让第17世大宝法王 看到第16世大宝法王 主持法会的一些画面 那个17世大宝法王看了以后 也觉得非常有趣 看得笑得很开心 C2 has brought along a special film which he now shows Kamapa 第16世大宝法王 第16世大宝法王 三宝法王 已经准备了 第16世大宝法王 第16世大宝法王 Ranjan Rikpa Dorje the last Kamapa was born into bed in 1924 he fulfilled the prophecies of Padma Sambhava who also foretold in the 8th century Serapu monastery will be the center of the activity of the successive Kamapas who by that activity would liberate inconceivable numbers of sentient beings Many thousands of families of Tibet have close links with the Kamapa and have always given generously to the monastery Tibetans are sure that the new inclination of the Gyalva Kamapa will one day come back here to the monastery to the monastery to the monastery of howard he the monastery i have been which the former tour to the monastery u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责任 就是教育所有楚部寺 还有所有传承之内的出家众 还有所有的信徒 虽然大宝法王才十几岁 但事实上许多大仁波切 大活佛 修行上很多问题 都来跟他请教 大宝法王才十几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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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为一位法王 当然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就是认证其他的活佛 跟其他的人波切 所以大宝法王现在虽然才十四岁 在这几年之中 他已经认证了许多 其他年轻的人波切 像是十六世大宝法王的四大法子之一 蒋公康处仁波切 他上一世的时候 在去认证找寻 第十七世大宝法王的过程中 出车祸原籍了 那他的喇嘛 也就是他的侍者 照顾他的人 叫做天津喇嘛 天津喇嘛自从这一九九二年以来 就一直在找寻他的上师 蒋公仁波切的转世 他一直找不到 他就只好去楚布寺 拜见大宝法王 大宝法王那时候 可能才只有十二岁 天津喇嘛就去请教大宝法王 说我的仁波切一直找不到了 您可不可以入禅定 帮我关一下 说我的仁波切投胎到哪里去了 大宝法王看着他就说了一声 你不是以前对我没信心吗 看我还是一个小孩对不对 那天津喇嘛吓得要死 但是大宝法王接着又说 不过你千里迢迢来找我 还是对我有信心 说完他就拿出一张纸 拿出一支笔 就把蒋公仁波切 投胎在什么地方的山水 河流各方面全都画出来了 就交给天津喇嘛 那天津喇嘛退下去之后 也四处去寻访 但是西藏这么大 你光是有山水跟房子 你去哪里找 所以他又鼓起勇气 又去拜见大宝法王说 真的找不到 可不可以请你帮一下忙 大宝法王笑眯眯看着他说 你不要担心 我前几天才能干净 我开玩笑 我来到这里 你做的话 是让我们想没想着 尤其是 你不可以被骉害